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六位哥哥更是关注焦点 温兆伦 早在八九十年代 温兆伦的事业已经是如日中天 比起歌曲和演戏上的成功 温兆伦的感情生活更让人津津乐道 这也是他从男神变温神的关键因素 温兆伦在正当红的时候与富家千金李美玲结婚 婚后温兆伦细约不断 李美玲一个人在家耐不住寂寞给温兆伦戴了绿帽子 另一边温兆伦也是不甘示弱 和香港小姐沉眉心打得火热 两人四年的婚姻就此结束 逼婚后温兆伦很快就和陈美兴在一起了 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分手告终 分手后温兆伦将陈美兴告上法庭 禁止陈美兴诸国留学 向他索要十四万港币 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温兆伦最终打赢了官司 确实输了脸面 就连事业也是一落千丈 温兆伦眼见细路受阻 便打算转行投资 三言两语红的女助理潘燕妮团团转 两人注册结婚 然后一起投资楼市 原以为温兆伦这次是定下心来好好生活 不曾想 因为金融危机公司亏损四百多万 他向潘燕妮提出离婚 并且将债务全留给了潘燕妮 自己全身而退 温兆伦的渣男行径 让他在香港臭名远扬 无奈之下辗转到了内地 认识了温家荣 两人谈了有足足七年的恋爱 在此期间温兆伦也和秦丽 潘燕妮 暧昧不清 是花边新门的常客 2012年 在温兆伦和温家荣分手后 很快变取了现任老婆赵婷 两人相差20岁 温兆伦多少是有些撩妹技能榜身的 不然怎么会让赵婷死心塌地地面对丑闻 白出的自己 婚后不久 温家荣控诉温兆伦片财骗色 其一是两人恋爱时 温兆伦曾向他借50万买房 如果结果后来呢 房子卖了 他一分钱都没拿到 温兆伦也丝毫没有还的意思 媒体大肆报道这件事情 温兆伦也不理睬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借钱 还称温家荣是故意炒作 两人的拉锯战最终也是无疾而终 温家荣也只能认下这个亏 这件事情后 温兆伦伦似乎浪子回头了 与赵婷生下一个女儿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妻子女儿的照片 仍然是一个好丈夫 好父亲的姿态 苏友鹏 周末午夜别排还 快到苹果乐园来 1988年 小胡队一经出道 便火遍大江南北 苏友鹏作为成员之一也是备受关注 16年就年少有为了 那时候 小胡队各地演出 苏友鹏还兼顾着学习 但只要他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完成 最终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台湾大学 后来小胡队解散 苏友鹏和吴奇隆都开始向演艺圈进军 苏友鹏为了给父母换动房子 拼命拍戏 张无忌 杜飞 荣奇等 都是他演艺道路上的经典角色 2014年 苏友鹏再次担任导演 指导了佐尔 捧红了陈都林 马思纯等人 一举拿下最佳新导演讲 林峰 刚出道就和黄宗泽 吴卓西 陈建峰 马国明 并列为TVB吴小生 但对林峰来说 演戏可能只算副业 毕竟就算发展得不好 也可以回家继承家业 所以这么多年 她的感情更让人关注 林峰的第一任女友是李彩华 也就是之后凭借着回家的诱惑 在内地大火的爱丽 毕时她刚作为嫩磨出道 和林峰拍电影时 两人相识相爱 只不过很快 林峰就撇下她和叶玄传起了绯闻 笑口常开 豪彩自然来 相信很多人都被豪彩妹 钟嘉欣的笑容迷倒 林峰在拍摄唐星风暴时 同样被钟嘉欣迷倒 林峰会哄女孩子开心 经常在片场先殷勤 还在公众面前向钟嘉欣所问 这之后的关系自然不言而喻 虽然林峰一直对外宣称 和钟嘉欣是兄妹 但是这段兄妹情 直到四年才结束 和钟嘉欣分开后 林峰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嫩磨的身上 潘双双便是其中之一 但不久并有林峰和摄氏满 杨一等人的费用缠出 吴卓曦 林峰都来了 自然少不了好兄弟吴卓曦 但是若论起桃花 吴卓曦更是有过之而无无及 自己的光明之路全毁在女人身上 吴卓曦被古天乐引荐到TVB 更是被寄予厚望 刚出道就和吴振宇一起合作 冲上云霄 和林峰凭借着大唐双龙站 被认熟知 是许多女粉丝心中的阳光少男 可就在林峰背双双双 曝光亲密照时 吴卓曦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一张张雨晴和吴卓曦的照片曝光 而且是来自吴卓曦本人的微博 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到底是谁发的 但既然事情发生了 吴卓曦也只好承认了张星宇的身份 还因此被大家认为有担当 如果是这样 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张星宇恋爱脑沉浸在 今后要嫁给吴卓曦的时候 吴卓曦已经和关恩娜嫁息争作了 接送上下班 车内亲吻 还一度被狗载围观 张雨晴伤心离去 世人皆知吴卓曦是花心大少 否认女官恩娜恋情 从此更是越发没有下线 晚会上被沈殿侠女儿郑星仪 强吻足足十秒 不过时候都没有放在心上 后来吴卓曦忽忽然摇身一变 变成阮犯男 和奢侈曼在一起 被送好车 当红小生和TVB当家花旦 本应是男才女貌的家话 但随即便被吴卓曦否认了 转头吴卓曦就和附加千金 马赛暧昧不清 再度坐视阮犯男 还被曝光了露骨短信 刘凯威 2014年刘凯威和杨蜜凤子成婚 在事业正当红时 嫁给了几乎 霸自己一轮的刘凯威 许多人都不看好 但是彼时的杨蜜 沉浸在幸福中无法自拔 婚后不久 杨蜜就生下了女儿小糯米 一家三口 也有段幸福的时光 历时杨蜜走到哪 都是满眼幸福 许多人也是开始 纷纷地看好他俩 2018年两人突然宣布离婚 之后刘凯威和王欧 酒店夜宿的消息传出 两人的婚姻 似乎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 刘凯威在内地的形象大跌 后来便消失在了荧幕前 其实早在刘凯威 来到内地发展之前 她也曾有过丰富的感情 刘凯威刚出道时 第一任女友室邝文巡 据说女方太过强势 刘凯威还是被分手的那方 之后刘凯威的事业渐入佳境 和小八岁的刘婷女 因戏生情 可是后来不了了之 让人摸不着头脑 任嫌弃 许多人都说任嫌弃 只适合唱歌 演起系列只能被女主角吊打 任嫌弃还是用实力做到了 尽管她长得不是男主脸 但是搭档的都是大美女 在心语心愿中 任嫌弃和张伯芝饰演情侣 许多人希望她们假戏争作 但是任嫌弃只当张伯芝是好朋友 其实任嫌弃早就有了心上人 那是她的学妹Tina 在学校时任嫌弃还给学妹写故信 出道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Tina在背后默默支持她 一直到事业稳定之后 在美国开演唱会 误会任嫌弃才公布 随后领证结婚 谁都没有想到任嫌弃如此深情 但作为她的太太 Tina也是承受了很多 很多人都觉得Tina长得不漂亮 甚至有人称呼她是任嫌弃的丑妻 但这些都没有妨碍任嫌弃对Tina的决心 现在早已经是幸福的一家四口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关注